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阿兵 我又来了 前两天我做绵羊姜油开了 学会了正宗的姜油肥肠 今天肥肠给你们肥肠软然入味 不腥不臭哈 技巧在这一根 准备两斤肥肠 做姜油肥肠正宗的是要直肠哈 我没买的只买到肠头 先洗一发菜 再分享一个姜油的肥肠洗发 放盐巴 葱姜 料酒 就这样炸哈 肥肠的洗发太多种了 我觉得姜油这个洗发应该是比较正常 因为我吃一点意味都不得 炸它过2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再加入清水冲洗 再翻过来 再撕点肥油 姜油的肥肠撕得特别的干净哈 不像我们这儿多少留点油 给你给你吃饭 我在姜油开了一天半哈 吃了5吨肥肠 那个肥肠确实好吃哈 其中最好吃的就是我烧肥肠 翻过来再炸10分钟 阿公点火哦 要在肥肠 冷水下肥肠 下葱姜 料酒 吹个水 水开后煮个30分钟就可以了 先倒水 再给你洗一刀 嗯 嗯对 70块就只有那么多 盖蛋以后再炒水 葱姜 料酒 这个是姿势的哈 现在的接触面更广 葱儿姿势 非常不腥不散 继续 还是水开炒个30分钟就可以了哈 老师 红香一点怪味都没得 我耳边 切点姜蒜可可 再切点葱姜子 再准备点香料 把改香蕴桂皮炒锅烧点肉口 三来三招 加点清水浸泡 避免沾浮 烧油 六层油 下到葱姜蒜可可 扎子微黄 放入香料 主要死去味 去去渣 全部扎子微黄 撈出汤子 然后重点来后 放入姜油特用的这个红姜 如果没有红姜的话 就用豆板酱来吃 这个厨色比较红的哈 而且不会发黑 小火慢炒 炒出香味 放一点点白糖提鲜 炒香药下到肥肠 那颜色非常的红 再加上清水 烧开要转小火 40到50分钟就可以了 就放点胡椒粉 少量哈 我搞忘忘了 鸡精少许 这个酱油味哈 不放盐了 有点烫哈 好炒饭 要得了去锅 再来点葱花 香菜 这样一份色彩严厉的姜油肥肠 送给大家 躺躺了来下饭哈 就这个姜油肥肠 我后几点瓶 你们要个小红姜 你们会给吗 3Q 没得了吗 来啊 请哦 要得开干 我一直非常喜欢吃肥肠的 上这个我都从姜油学就回来 这个姜油肥肠 试一下嘛 来嘛 嗯 嗯 这个味道 哎呦 嗯 我正中吃了 要吃了 姜油肥肠正中的吃法 烫汤下肥肠 香肠上的下饭 加点汤 放点葱花 香菜 我不是香菜也整点青菜 来吧 我给你拌点 撒放点 然后就开始泡了哈 嗯 香菜的份量是小份小份的卖哈 20块钱份 这么大碗 今天我们这边卖牛肠都是养的 养的一份 养的那边卖牛肠怎么卖哈 哇 那些粉也没了 我今天卖牛肠都妈才吃这个粉 吃肉 吃肉 哈喽朋友们今天视频到这里 如何希望我先付了这些观众们 我到位 我没人得演 乖乖 乖乖 乖 乖